我就是演员播出后 零差评的吴秀波却被网友Diz作为吴秀波的路人粉 想替波叔说两句 作为演员对表演有不同的理解根本无可厚非 节目里看到的所谓的矛盾冲突 很大程度上市节目剪辑可以突出了所谓的矛盾点 更何况播出评价本身也没什么可非议的 且从头至尾谦逊有理 大家也没必要太在意一些人所谓的言论 什么没作品没资格 演员有没有作品不是有某一些人看没看过决定的 有没有资格也不是以某些人的喜好为标准的 自己没看过人家作品 就认为人家没作品只能证明本人浅薄 上一季刘导师同样被骂很惨 人家当然不是没演技没资格 这一季播出只不过是同样坐在了刘导师的位置上 在看完越告片的时候 就可以预想到如今的争论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今天 争议更加引人关注 话题有了 流量有了 其最根本的商业目的也就达到了 现如今新闻的反转都是尝试 常常给人第一下巨大冲击 的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更何况经过剪辑的综艺节目 其实再不了解真相的时候 有太多的人云亦云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只愿意相信符合自己意愿了 网上可以搜索到多方在镜头背后的事实经过 当然也包括吴老师 对于曹直的完整点评 当真实与自己的想象相冲突的时候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勇气去面对 一个综艺节目再怎么样 也不过是个节目 以一颗平常性看待 不要过分代入就很可以了 最后想对节目组说一句 考学头可以理解 综艺神剪辑也是柜台一贯手段 但还是希望贵节目组 能专注表演者的表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